给 这 这能叫脚子 好吃不就行了吗 反正到嘴里还是得嚼烂了 放心吃吧 吃啊 好吃吧 好吃吗 不好吃 我觉得很好吃 不好吃吗 多好吃啊 别装出一副 不好吃的样子 我尝过的 味道可好了 你做的东西 是呀 头一回不让人反胃 真难得 真的吗 我就说很好吃嘛 多吃点啊 饺子来了 来 大家尝一尝 我啊 可以给大家做的 尝尝啊 来得太是时候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饺子不够吃啊 佳飞 还不快谢谢人家啊 好吃吗 好吃 多吃点 我啊 我啊 就喜欢吃这种又有创意 又可爱又香的饺子 真的 我发现加菲尼老有才了 这么可爱的饺子 你能做得出来 我随手这么一捏 就成了一个小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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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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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偷了我的 大白菜 大 白菜 我说怎么了 老 były呀 这白菜的皮肚 你怎么当着妈 Paul 老师 要一回两回也无所谓啊 不就破白菜了 有什么呀 不 我说我刚要炒盘白菜吧 好 昨天买的就没了 我前两天我还丢过葱跟姜 再往前是黄昏凶事 但不能老这样 宿舍用不是公寓楼 大家都习惯把东西挂在外边 老丢东西 那怎么回事啊 江飞啊 我问你 烧灰的白菜是你拿的吗 好 夏飞 不就是一些菜吗至于吗 夏飞 把这个拿着 以后想买什么自己买 不拿他们的 你这个神经病 有钱就很了不起吗 那你怎么不把这里 所有的东西都买走 顺便把我也用钱买走了 一有事就掏钱包 你以为钱是万能的 你听好了 我最后说一遍 我不是你失踪的妻子 以后 以后请你 不要再来管我的事情 你听清楚了吗 挨满孩子还不够是吗 还赖着不走 我呢 你哪里 还闭上你的乌鸦嘴 要是找不回来江敏良 明天别上班了 不是 我 找人 好好好 袁总 我想跟您谈谈 现在找人要紧 没时间谈 您找不到他 看来江敏良的失踪 不简单呢 你想多了 如果一个人存心想夺你 它是不会让你轻易找到的 而且 你把他逼得这么紧 他进和退都是错 不逃跑才怪呢 你 你们一个两个的 这是存心器瓦 我为公司我操碎了心脑 我还要受你们挤的 我图什么呀 我图什么呀 袁总 您就别抱怨了 您在这个公司所得的好处 我们自然是望尘莫及 至于付出跟回报是不是成正笔 是不是您想要的 这个只有您自己心里有数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帮您把人找回来 但您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能把他找回来 继续做代理董事长 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条件很简单 就八个字 顺其自然 主从归位 苏妙妙 你究竟图的是什么呀 图 在其位谋其职 我还要图什么 其实我早知道了 我从窗户里边啊 看见好几次 有一次你拿我的金银花 我也没说什么 你是说 那个其实是花 我还以为是黄花菜 你也不说一声 说什么呀 拿就拿呗 谁还没个习惯呢 怎么能有这种坏习惯 其实 我就是 知道 我看你啊 不像是失忆 倒像从外星来的人 还好 我们这个地方不抓小偷 说起来今天白天的时候 你没看见绍辉和贺大叔 他们那样 连卖菜的都没那么抠门 绍辉啊 就是一个糊涂蛋 一根筋 他要是真拧上了 那可真倔 贺大叔嘛 就是爱面子 巴不得人人都是笨蛋 就他一个人高明 这样啊 那贺大婶怎么样 我看他人倒是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既无知又无趣 嫁个丈夫几十年 整天把贺大叔捧得 跟什么似的 那贺大叔吧 还真把自己当大爷 叫贺大叔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出息 没志气 那安康呢 安康嘛 以前还不错 就是 少营搬走之后啊 这脾气坏多了 东家长西家短的 这种女人哪 嘴总不闲着 讨厌 十分讨厌 你也说多有道理啊 我什么呀 说呗 好了 我说你这 当我睡觉了你又把电脑打开干什么呢 看什么呢 刚刚的闲话 你没听出什么古怪来吗 你不是和吴里敖吗 看看第五婶 说嘉飞的话你没听见 没有啊 我光听说你来着 我光听说你来着 第五婶说呀 我看你 不像是一症 倒像是从外星球来的 这么重要的话你居然没听出来 什么呀 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嘉飞这个小宝摩 就我的观察 确实很古怪呀 所以我现在啊 在查找失忆症的症状 我得看看她什么毛病 你有毛病 你老跟着嘉飞过不去干什么 人家姑娘朴实善良 多好啊 你不懂 你说邵辉这小子 怎么脾气越来越大 是不是该给找个地下了 我跟你说话 不理我 我睡觉去了 睡觉 好好好 快去 睡觉去 睡觉去 你快点啊 你怎么算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吓死我 等你啊 你知道我们找了你多久吗 我不想知道 你开了枪惹了祸 转身就跑 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 你就什么事都不管了是吗 激将法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 既然你承担不了现在的结果 那你为什么要在董事会上那么说 我就想这么说走了 哪知道他们那么不爱听啊 再说了 薛家宝在位的时候不也这么横吗 为什么我上位的时候 说他两句就不爱听 还跟我造反呢 啊 感情是欺负老实人啊 好 是刚一散会 刘董事给我打电话说对我不满意 李董事给我发邮件 说要跟我讨论下一任董事长的人选问题 我哪还有脸在这儿待着啊 姜敏良 别说了 说不说结果都一个样 结果就是你要辞职 对吗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就别再劝我了好不好 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薛家宝能够回来 他的公司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不管了 好 既然你去意义局 那咱们换个话题聊点别的 聊吧 反正我现在心情挺烦的 陪我聊聊吧 你这一个下午我都去哪儿了 去吃大饺子去了 还吃撑着了 而且还找了一顿骂 我们找你把公司翻了个底朝天 你还有心情去吃饺子 讽刺我吧 无所谓 反正公司好多人都说我呢 也不多你一个 如果你看完这个 还有什么心情去吃饺子 那我只能说请便保重 我 怎么了 不就是研发部的两份金额不对吗 你看看这个签字 金额多的那一份是袁总签的字 你的意思是 说明董事长早就知道 可他并没有处理 如果你也走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那这个公司信不信虚还不一定呢 不可能 就怕有胆大的 我这可不是微言耸听 我能有什么用 我坐在这边为你用 我能有什么用 我都已经把他们全部得罪了 跟支持你的董事们去挨个道歉 然后坐回到这把椅子上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所有事 都告诉你了 你自己决定 来 来 子子 阿姨跟你家的人哪 没错 上回这个小伙子 人可好了 手巧 善良 都喜欢他 你放心 好了 今天你是可疑信学来的 佳飞 这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拿洗发水 少辉啊 少辉 你看谁来了 不好意思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就刚才 我怎么不知道啊 又没什么事 洗发水又忙还你啊 你是不是拿我洗发水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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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啊 就是少辉 少辉啊 舅舅思思 你们俩好好聊聊 多聊会儿 我不打扰啊 好了 好了 好 好 那我家 我家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婶 什么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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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淡 谢谢 来 喂 忙什么呢 怎么又找我 干嘛那么大火气 我又没得罪你 看到是你来的电话就烦 怎么了 说来也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讨厌我 唯有你对我这么好 是为了讨好我才特意这么做的吗 真是无聊 怎么在干什么呢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要没水喝了我要加点水 不行 胡闹嘛 又胡闹什么了 我叫你呢 你躲好什么呀 洗发水 我马上就还给你 你等一下 那洗发水你就用吧啊 送你了送你了 拿着吧拿着吧啊 哎 上辉 为什么都躲着我呢 我又怎么了 敏良 早啊 董事长 董事长 袁总 董事长走了 怎么了 我检查检查 看那小保姆 也没给他弄伤了 没什么呀 有空吗 有空 当然有空 收拾一下办公室 好 董事长 您还回这间办公室办公吗 没错 最近又想用了 好 把袁总留这儿的东西 都收一下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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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钥匙怎么在您这儿 这是您的钥匙吗 是 丢了一阵子了 原来是您找着了 缘分 真是缘分 你什么时候丢的呀 大概 具体时间我也忘了 是在我跟家宝结婚前办 好好想想 没有没有啊 这儿也没有啊 对啊 稍发下面也没有 怎么了 对啊 好 小时 好 小时 谢谢董事长 那我先出去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 搞得姜美良一见我就不错了 连句话都说不上 我能干什么呀 还不是按照您的吩咐 这好不容易把它给劝回来 我却落得左右不是 你以为你吃定姜美良了 我告诉你 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 到时候粉身碎骨的可是你 逢人只说三分话 做事不可做到头 苏小姐 小心做人喽 是 袁总 您这左右逢人的哲学 我得慢慢学 告诉您个好消息 我有重大发现 有什么重大发现 敏良 让我也听听 好消息就是 回头再说 再见 心里有鬼 达到眼睛 着着着着着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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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你觉得也是 就是 我们找到了一个 对于情侣的一个办法 还有最符合你 就是这情侣的 一个趋势的办法 对于长期有密口 刚才在公司 你讲不出什么 我和家宝结婚的 前两天晚上 保主里来过 家宝的办公室